早前三階局公布、三階報告 引使興階一期工程程序儀心扉 超級進度失望、環境辦態度拖延等多種問題 並建立公共工程設立補償性懷孕 面對三階報告、環境辦 以及個別私營情建商的回應 社會國界人士的討論和批評 結合興階這項澳門百年不移的工程 不少規文都說就好像舞台幻花夢茶茶 只知道當初興階的時間一拖最拖 其中的原因究竟是成建商的小系統運作程序小問題 又或者是政府大系統運作程序大問題 所以說有錢好辦事這一點在博企工程建設上得到充分的失明 同樣是澳門的工程、博企的私營工程 使用有錢到晚、建設進度往往都很快 提前應功應完、時間照顧感情 很少有拖延、隨時時間一再推薦 現在工程難免會超級 但對於已經通過已先的政府工程 政府不揭錢、也不會不付錢 為何總會執行律代 有錢使不出大幅拖延的多數是政府工程 這個首先值得思考的根本問題 現在一期譚仔店設計監測顧問車重的地基和上櫃 在歐維納、交通、私樓等 分別分比近十家不同的公司負責 前長8.3公里道路、高架橋、十一個車站 分三個標點照標六家內地、台灣及本地公司 組成三個年齡體成建 工程期最長是1,158點 也應該在今年中陸續燃工 之所以可能延誤以下的問題 值得繼續思考 論近的內地早就進入高鐵輕軌的時代 從實際經驗來看 例如武港、京湖、高鐵等等 都是判被一家大的設計院 負責總體設計 並統一管理及施工 澳門的公共財政應該受到社會的監管 政府工程和炎鴻公統南鴻 分散照標引力競爭 本利可能是好的 但是對興軌這類廣告技術涵量 統一聯軍的工程 各於分散照標所帶來的問題 設計不一致、橋樑不一致、資源配置不一致 加上監察顧問不一致、難免造成要求不一致、造化不一致、進度不一致、廣發不一致 將來日本三年加七軌道的行車物料使好不一致、建築商經常欺託 我本來自靠多福 設計不一致從1.94公里的潭宅時鐘三點、3.37公里的路潭性點、3.08公里的潭宅好玩點 不同的設計造成問題 首先是高架橋的橋人不一致、潭宅時鐘三點、橋樑加七空發、是延平、路潭性點、潭宅好玩點 雖然用的都是架橋機、但是皮脂有很多不同 不同的設計造成車站結構不一致、進度人士認為車站的土木結構其實沒有什麼花卡應該可以一致、中修風格有所不同 但由於七階出於不同的公司、極靠自然不一致、潭宅好玩點的荷大站、浩苗 是移到基重的黃沃仔、要建這個車站、萬七階就要切除部分黃沃仔 民航局基重公司、環境辦、扯平、一年多都不能夠解決 少苦的系統建商、後大站在大馬路邊、向左或者向右一致、或者升高車站就可以被扁和黃沃仔打高 可惜是事情都看不到這個問題 不同的設計造成資源配置不一致、不同標定的一些設備資源不能夠調配使用 那以潭宅市中心定的模板 沒有辦法在其他標定的工程中使用 進度快的難以協助進度慢 充分被動的顯示是國際外政 這個也可以解釋 我們澳門經濟環境好、福利好 為何政府一直不討好 至於工人不足的問題 講法又是不一致 去了解事實是 其中某標點在部分試點是特標的 但賞人最多的目前進度卻是最慢的 有專業人士在思考這種風刺後認為 另外 以同一間屋中收、業職持持不夠重地 或者施工條件不足 最多的工人也沒有用 環境辦只有一個項目組 性質的部門要協調交通局、民航局、民主、水電公司等等 難度可想而知 以成建商的作用就更加少 記得 昨兩年前講到輕軌的問題是 如果沒有結束 方志強議員講過 做輕軌本地企業見都沒見過 應該請求中央 我們這家大學的勇氣請進步驟 有事文貴的 變成這樣 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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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應該太多 機會要廣播好玩都還頂 最多基窮的輕軌 做BT項目 中高射防施工 機械政府 先不需要被遷 劍可能後來歸雄 我問邀請 提案 請多人說 做輕軌 永遠都 perfekt 這事情 世界一流的工種 有難免問題多多 建議說多了 不聽 只是廢話 最後本年只有一句詩話 難者歸之 違官者 不要廢話 多謝